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结婚时 他从不吃早餐 任凭他怎样喊他 叫他 推丧他 他宁愿赖在床上 再睡上十分钟 然后匆匆起床 洗巴脸 急急地跑去上班 因为长期不吃早餐 加上工作繁重 他得了很严重的慰言 他从网上 杂志上把不吃早餐的坏处悉数查出 一有机会 就数落给他听 他常常嘲笑他 你快成为饮食大妈了 他索性把婆婆接到家 在婆媳两个女人的轮功下 他只好早点起床 乖乖坐在桌前 老老实实地吃早餐 再后来 他工作也繁忙起来 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 有时坐在电脑前写材料 一直写到半夜 早上起床后 他常常哈欠连天 有好几次 在睡意朦胧中 他把粥都煮糊了 他喝着略带狐味的粥 没有责怪他 却说 以后 我来做早餐 他说到做到 每天早上 他早早起床 然后直奔厨房 虽然做得笨手笨脚 却能够在他醒来之后 将香喷喷的早餐端上猪 他一边吃 一边说 你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符 他说 你也是 可他不舍得踏起这么早 每天晚上睡觉前 他尽量把早餐的八宝粥所需的材料准备好 糯米 黑米 黄米 黑豆 莲子 百合 他一一配好并洗净 这样 他做起早餐来 既方便又省食 有一段时间 他母亲来家里小住 见女婿天天起来做早餐 感觉很吃惊 她对母亲说 谁让我找了个好男人呢 她母亲乐得合不拢嘴 有一段时间 婆婆来家里小住 见儿子天天起来做早餐 便不高兴了 她对母亲说 我做早餐的时间 一共不超过十分钟 而她要买菜 折菜 洗菜 备料 你看 连葱花和香菜都准备好了 她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是我的很多倍呢 婆婆细心观察 儿子说得没错 而且 每天的早餐 全是儿子喜欢吃的 回家后 婆婆对老伴说 儿媳真有办法 将儿子养得红光满面的 连胃病都好了 她们成了众人眼里的模范丈夫 很多人向她们请教婚姻幸福的秘诀 她闹闹头 说不出来 她摇摇头 也说不出 直到一天晚上 她们去了一家火锅店吃饭 旁边坐着一对小夫妻 小夫妻俩一边吃 一边喋喋不休 男的说 你做饭真难吃 你应该多学学 人家是怎么做的 女的说 你怎么不学 男的说 昨天我做的菜就很好吃 女的说 那也叫你做的菜 男的说 难道是你做的 女的说 菜是我洗的 调料是我准备的 你无非是把菜推下锅而已 男的说 那也是我的功劳 女的说 我的功劳比你大 两人越说 声音越大 怒气也随之升级 最后竟然扔了筷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欢而散 她惊诧地看着那对小夫妻的背影 这时候 她的手伸过来 紧紧握住她的手 两人对视着 同时明白了一个道理 幸福生活的秘诀 是我只看见你的好 这也是众人向他们追问的答案吧 两个人笑着 眼睛里流淌的 全是幸福 有你真好 再辛苦也感觉有目标 想起你永远那么甜的笑 无论是恋爱还是已经进入婚姻的两个人 生活久了 终归会被现实照进理想 在柴米油盐的生活里 你是否也更多地看到了你的另一半的好呢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365读书 如果你想看到文章的文字版本 或者你想看到更多365读书 为你精心准备的精彩图文的话 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 潮雨继续为你读书 再见 比咖啡更提善 比毛衣更保温 简单极句却让我忘掉 烦恼有你真好 还望和你一辈子拥抱 爱情之中才没有 烦恼 心不别白头到老 你对我真的重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